习近平应该是启程回国了 三天两夜旋风式出发 这两天全世界眼睛都盯着莫斯科 盯着克里姆林公 用习近平的话说 对于他来说叫时隔三年多 再次来到莫斯科 这是习近平对普京说的话 带着亲切 那么呢 从这个双方三天两夜 这个几次会谈 一对一小范围 大范围 包括记者会 等等一系列的这个 议程上看 两国关系确实是远远超出了双边的范畴 两个世界级的何大国 在当下这样的世界局势之下的这次亲密的接触 他们 所关系的东西 讨论的东西 研究的东西 包括确定的东西 远远的超出了双边的范畴 所以说什么呢 新平说 两国关系远远超出双边范畴 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前途 至关重要 这话说的 一点都不是为人耸听的 这两个何大国手里的家伙 也能把这个世界毁多少次的 但是这两个家伙 要是真 这个像普京 引一经的话说 二人同心 七里断金的话 真是 坚定和联手在一起 足以让人信服的 坚定组合在一起的话 我想 这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压仓石 谁也不敢 轻举妄动 这就是中俄 合作与否 于世界 于人类的意义和价值 全世界都关注 该说的人家也读书过 我们呢 还是梳理一些个 我们自己 发现 和在意的 或者足可以让我深思的 一些的细节 这种大国外交 大的东西不用看 都差不多 细节 细节 才是最大的 看 习近平出访的 头两天 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个是 所谓的 县衙国际法庭 宣布 普京 对普京 发出了代替令 那么呢 普京 在 西方世界 就成了人民公敌了 人人 见之 皆可 捉之 这对于习近平的出访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 第二件事 习近平出访之前 就是普京 18号去了克里米亚 开车去的自己 开个Toyota 但谁也没想到 克里米亚这个事 我们那天说了 但谁没想到 他第二天 紧接着他就访问了 乌克兰那个 港口城市 现在这个俄军 俄罗斯已经占领 或者说要解放了 那个城市 马里乌波尔 那打得很惨的地方 他竟然到那去 这是俄国战争 爆发一年多以来 普京第一次 去了 原来的乌克兰的 所谓的领土 普京 当然知道习近平为何而来 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的 最重要的还有什么 和平之旅 他是要跟普京 探讨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问题 而这个时候的 普京 竟然出现在了 马里乌波尔 这都是世界级的大政治家的手笔呀 啊 朋友们 好吧 这是新平去到之前 接着 20号 新平到 第一时间 和普京两个人 一对一的会谈 一谈就谈了 四个半小时 四个半小时 你把翻译的时间 你都扣出一半的话 那也两个多小时啊 问题还是一对一 再加翻译 这细节啊 这时间的细节 然后呢 两人吃了顿饭 俄罗斯方面报的是 说这个吃的是什么呢 是鹿肉 还有鞍唇肉 哈哈哈哈 地上跑的 天上飞的 哈哈哈哈 然后呢 是莫斯科的深夜 这对于新平来说 这个时差 这是个大问题啊 相当于北京的后半夜 几点钟吧 差不多 习近平告别的时候 普京是亲自送到了 大红旗的车门口的 习近平到的时候 是克里姆林宫的 卫副司令 在车门口接的 习近平 走的时候是普京 亲自送到了车门口 而在宇达底下 台阶上的宇达底下 两个人握手 告别的时候 习近平跟普京 说了一句话 说 这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 我们共同来推动 这话国内媒体都没报 普京说 同意 同意习近平这个说法 这是 有一个细节 20号 然后呢 就是昨天 21号 唱给全世界看的大戏 是昨天一天 但事实上 主要的东西 肯定都是在20号 那四个半小时的 一对一的会谈 那条 基本上 但是最重要的信息 都是在那 时间里 21号 这就是做给中俄 两国人民 和全世界人看的 21号 正式会谈 双方正式会谈 会谈前 在克里姆林宫里 举行了 欢迎仪式 非常简单 却极为隆重 金碧辉煌 那个整个大厅里 所有灯都亮着 中俄双方代表团成员 一排力 普京和习近平 各自从两个门走出来 握手 奏过歌 然后回去 小会议室 就开始了 小范围的会谈 你就看到了 中国两国代表团的阵容 在仪式上 就看到了这个阵容 我会连俄罗斯人 可能都觉得挺吃惊 中方阵容 我们看看 出席的是 在出席欢迎仪式的 那个阵容 七个人 七个人 那么 蔡奇 王毅 秦刚 商务部长 王文涛 还有外交部副部长 几个副部长 两个副部长 外交部这次去了 最少五个人 副部级以上 去了五个人 外交部 包括小华晨阳 但中方代表团里面 没有一个军人 这个细节 你像这两个大国 全方位的这样的大外交 中国代表团里 没有一个军人 尽管 昨天后来发布的公报里面 两国关系技术 新时代的公报里面 提了一条 两国要继续开展 什么空中和海上 什么什么这些 巡演呢 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中方代表团里 没有带一个军人去 但是俄罗斯就不一样 俄罗斯这个代表团 就是参加会谈的人 我说空前 我说俄罗斯人都觉得很吃惊 人家说俄罗斯可能开什么会 都不一定来这么全 这些大领导全来 普京带头了 然后呢 梅德威杰夫 那俄罗斯安清兰会的副主席 梅德威杰夫 副总理 切尔内申科 外长 拉夫罗夫 国防部长 邵一谷 尤其是这个 国防部长邵一谷 邵一谷 自从俄罗战争以来 只要在媒体上 画面看到邵一谷 我们就没有见过他 除了军装之外 穿别的服装 都是一身 鼻挺的军装 但是昨天参加俄罗斯代表团 会谈的代表团的时候 上一股穿着一身西装 一身西装 这的细节 俄罗斯亚航航航航舰局长 俄联邦的军事技术合作局的局长 国防部长来了 军事技术合作局的局长也来了 还有什么 还有其他的六位副总理 财政交通经济发展等等 重要部门的部门 上了二十来人将近 将近二十人 庞大的代表团 俄罗斯方面 应该说俄罗斯高层集体参加了这样的一次空前的外事活动 这又是一大细节 然后呢 会谈前的仪式 然后小范围会谈 然后呢 大范围会谈 大范围会谈 大家看到了吗 金帝 那个大厅 金帝恢宏 不得了 我就在那时候数了家外交部的人 从青岗开始 这边一水下去 包括马呀 包括什么呀 一直到华春营 外交部去了四五人 你要再把这个主任 这个外办主任 这个王毅算上 外事口就去什么 六七人 五六人 我就有个猜想 除了对拉夫罗夫之外 有没有中国外交部的人 有没有履行着 替中国的某一个部门 然后和少爷谷他们对接呢 不知道啊 整个会谈之后 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共同签署了 中华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深化新时代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和中华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 关于2030年前 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 这两个声明 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预料 都可以想象到 都可以想象到 这个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可能尤其看重的一个东西 中国应该说 俄罗斯 很给中国的面子 给了 什么呢 就是俄方重申致力于尽快重启核谈 就是关于乌克兰危机 俄方重申致力于尽快重启核谈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俄方欢迎中方 愿为通过政治外交途径 解决乌克兰危机 发挥积极作用 欢迎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中 阐述的建设性主张 这是中国 非常想要的 这是 习近平拿着对全世界说事的 就是在这样的俄国战争大背景下 我为什么去呢 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什么 是我要劝和促谈 俄罗斯给了 给了中国这个面子 那么 普京 并且口头上还表示了 普京说将来 等西方和基辅准备好 可以用中方提出的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为基础 和平解决乌克兰局势 这太重要了吧 普京的这个表态 尽管普京接着又说了一句说 尽管一直到现在 我也没看到西方和基辅 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我也没看他们 我觉得他们也没准备好 那么 这两个声明刚刚都发表了 西方社也都发了 从头至尾 履一遍 基本上应该说什么 我们有一个网友 有一个老大哥 总结了两句话 第一 两个声明什么呢 总结了两句话 第一 中俄将展开无禁区的全方位合作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俄罗斯需要繁荣稳定的中国 中国需要强大成功的俄罗斯 总结出这么两句话 那么 我们继续看细节 在小范围会谈和大范围会谈中间 大范围会谈 代表在 那个大厅里 金碧辉煌的大厅里 开始等着的时候 俄罗斯的记者 著名的那个男记者 就是谁才能够采访 普京才能够采访 让这个男记者 采访了拉夫罗夫 问了他关于 英国已经计划向乌克兰 提供贫有武器的这个声明 问俄罗斯方面有什么反应 拉夫罗夫说 我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惊吓 因为他们的行动已经失去了方向 破坏了整个世界的稳定 他们不仅准备去违反人道主义的计划 而且准备去做 他们允许自己做了许多其他事情 包括危害人类罪 但毫无疑问 这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糟糕的结局 这是拉夫罗夫 在中俄大范围会谈之前 回答俄罗斯记者的这样的一个敏感问题 这个是今天昨天一大名世界上的一个重磅的新闻 平邮带 那么接着呢 会谈完之后到记者会 记者会上我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在这之前 就是上午会谈之前 习近平不是和俄罗斯的总理会见了吗 那么双方会谈的时候呢 这个中方和俄方 除了习近平和俄罗斯的总理之外 所有人都戴着口罩 中方戴的是中国标志的那个白的加红旗的 俄方戴的是黑色的口罩 但是到下午的这个 普京和习近平的共同的记者会上 所有中方的人员全是戴口罩 还是那个口罩 但俄方面 俄罗斯方面没有一个人戴口罩 中间隔一小过道 然后呢 邵一谷作为国防部长 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国防部长 竟然坐到了第二排的靠边的位置上 穿着他的西装 结果他就在那个位置上 还回答了俄罗斯记者 还是那个记者提问 关于英国向乌克兰 供应贫油弹药这个问题 邵一谷说 当塞尔人亚发生事件的时候 他们已经使用了这些弹药 他们在没有任何联合国制裁的情况下 轰炸了和平的城市 摧毁了桥连 然后他们也有后果 那些使用这些弹药的人 患有严重的疾病 他们研究了这一切 一如既往 他们对这些弹药 如何影响他们使用 他们的人不感兴趣 不知何故 这一切都静悄悄 平静的 静下来并没有消失 那么这促使我们认真思考 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以及我们如何应对 如何应对 昨天这个中报的新闻 就是英国的国防部 发言人发表声明 就是昨天发表声明 就是在中俄举行会谈 同步英国国防部发言人 发表声明 证实了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 挑战者2主战坦克配套弹药中 包含贫油穿甲弹 在这之前 英国的副国防大臣 说到了这件事 俄罗斯总统普京 昨天也是在这个会议上 就在这个记者会上 普京 公开的 发出了他的警告 他说英方此举等于开始使用 带有核成分的武器 如果属实 俄方将被迫 做出相应的反应 看不到和平的迹象 少尉谷在座位上 接受了采访 回答了英国评论弹的问题 他其实入场 三场的时候就有记者追着他问 一个女记者追着他 三场的时候还被记者追着问 一路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俄罗斯除了普京之外 拉夫罗夫都没有少衣骨 这个这个心味十足 始终在被记者追着是一个少衣骨 这个没有穿金装的少衣骨 这就是一个记者会上的细节 然后晚上 所谓的国宴 他那个国宴对中国人来说 他就是一顿便餐 在多伦宫 也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建筑 建筑群中的一个建筑 这个多伦宫 五百多年历史了 那么呢 只有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 做一桌 一个小桌 剩下人七八个人一桌 七八个人一桌 但是我注意到 王毅那个桌里 谁呢 王毅 秦刚 拉夫罗夫 少衣骨 他们几个人坐在一桌 并且王毅挨着少衣骨 只是在王毅和少衣骨 两个人的身后 还有一个专 专职的翻译 自始终坐在他后面 给他们俩做翻译 其他人后没有翻译 那宴会上还有什么细节 值得注意呢 就是普京的住酒词 准备得非常之精心 普京是世界上最大的 最好的 这个演员 普京啊 普京这么多年 立于不败之地 这确实是政治高手 真得复杂 普京一批一笑 那政治意味都十足 你看那个 跟习近平一对一会谈的时候 沃尔首刚坐着 他首先发言的时候 他说到说中国这些年发展的这么好 他说我们甚至都有些个 羡慕的时候 你看普京那个表情 那个到位 那让对面表 让对面那 满一对 就不能再满意了 那简直 那个普京那小脸的表情 坐着那个到位 不得了 国宴上 普京知酒词 过去几十年 两国双民关系取得的进展 令人印象深刻 俄中关系出于历史最高水平 堪称典范 这是对维护地球稳定和安全 负有特殊责任的世界大国 联合国安利会常任理事国 应如何互动的一个模凡的例子 说到了中华民真正的智慧典范 《易经》里面说 二人同心 齐力断金 我相信俄中合作 确实拥有无限的可能和前景 我们将继续一致行动 为了俄罗斯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并以其名义加强伙伴关系 然后我提 为习民同志的身体健康 为习民同志的身体健康 为我们尊敬了各代表团 中方代表团成员的健康 为俄中两国人民的繁荣和福祉 然后他说 用中文说的 干杯 说的很不标准 干杯 这是眼归 其他就不用说了 习近平这几十个小时 在莫斯科 出行路上 警车摩托车队友 全程护卫 车队经过的地方 要是华人华侨 欢呼 要是俄罗斯的民众 站在那儿欢呼 欢迎表示欢迎 有一个网友 说 留言说 第一次有这么高的民族自豪感 俄罗斯这一次为习近平来访 全程 设计的太精心了 太精心了 满足了中国代表团的所有的这种愿望和要求 应该说 包括潜在 他也满足了世界上的这个媒体的这种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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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渴望 也满足了世界上所有政客的这个眼睛 他很多东西是同时做给了世界上的想看到的那些人 只不说 他有些东西就是做着给美国看 有的就是给乌克兰看 就是给德国人看 给谁看 俄国人 这次印象非常之深刻 新军这次出版俄罗斯 这些个细节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每一个细节 后面都有着 他的政治寓意 都有着 他的冰山下的语言和信息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您怎么看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